第零八章 疯狂吧 在宜城大岩山发生的事情 江宁郡中的藤青山并不知晓 江宁郡 藤福 平台下 一身石青色长袍的藤青山 正静静坐在石桌前 在石桌上正摆放着厚厚的现装本书籍 优越枪点 书籍翻阅到后半部分 按照优越枪点的描述 先天虚单境界 所谓的入微有两个部分 而我的赤虎袍这一招 对先天真元要求苛刻到极致 显然 我在自身的入微 已经领悟 藤青山明白 入微境界 分为两步 一个是自身的入微 另外一个 则是对空间的入微 按照书籍描述 神能离开身体 浮散周围一丈范围 持续斩查功夫 就算成了 能做到空间的入微 是领悟真我 或忘我的最关键一点 藤青山轻轻闭上双眸 尝试着意念跃出身体表面 有控制飞刀的经验 藤青山很容易就另意念离体 不过 过去是意念有寄托之物 飞刀 现在则是虚空 嗯 藤青山眉头微皱 睁开眼睛 这神没有寄托之物 只是浮散在身体周围 消耗竟然这么惊人 刚才短暂一会儿 藤青山就感到脑袋一晕 就好像前世在杀手训练时 被扼到极限时一般眩晕 不应该消耗这么快 藤山又再度尝试 青湖岛和归原宗一役 虽然没真正大战起来 却给藤青山很大的压力 很显然 自己虽然完全爆发 足以和先天实弹一战 可是在浩瀚的九州大地上 自己这点实力自保有余 可是如果遇上大事 就很难插上手 莫名的心理压力 令藤青山愈加刻苦 想早日突破 如今他一世 想要从先天虚丹 修炼到先天实弹 第二就是 创出超乎虎形通神术 的一套内加拳巅峰功法 令身体更强 只是 难度太大 青语欢快走过庭院 看到亭台下的藤青山 哥他还真一点不累 也不知道没事 去陪陪小青 一想到诸葛青 青语偷笑着 哼哼 等一个多月后 年纪时 爹和娘就过来了 到时候 以小青的厨艺 品貌 爹娘一定很看得重 嘿嘿 哥 等到时候 爹娘来说你 看你怎样 还有一个多月 嗯 真想爹娘 青语笑容收敛 摇看西方 从小就和爹娘在一起 慈祥而善良的母亲 那温和而威严的父亲 吃了十几年的娘做的饭菜 青语真地很想爹娘 再等一个多月吧 青语暗道 天下九州的中心 宇州 宇州 北河郡郡城 前几天 北河郡没有下雪 可是今天 北河郡却是下雪了 雪花仿佛鹅绒飘飘洒洒地覆盖整个天地 当早晨 北河郡的平民们 起来打开窗户时 就发现 外面已经是雪的世界 地面的积雪 已有三尺后 可见大雪之大 北河郡郡城 万府 一间偏僻的书房内 足足十八人聚集在这 十八人 有老人 有青年 有女人 在书房的书桌上 摆放着一张纸 上面密密麻麻 有许多字迹 主要讲述了 铁一门覆面 青湖岛随后攻击归原宗 却没成 却绕道来到宜城大岩山 并且驻扎的一些讯息 沉默 当看过这纸上内容后 沉默了许久 各位 那穿着花棉袄的妇女低沉到 门主她们都死了 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将我铁一门再度建起来 幸好 我铁一门的各种点击 在之前就都抄录了一份带了过来 大家按照计划准备吧 一个宗派 想要扎下根基 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比如 收到足够好的弟子 有好资质的弟子 有悟性 毅力 方能有好的成就 须知上千万人中 才出一个先天强者 铁一门 想要再出一个先天强者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不停地收弟子 弟子越多 撒开大网捞鱼 或许 数十年上百年时间 才可能出现一个先天 秦湖岛 一名银发老者 双眼满是血丝 咬牙切齿 我铁一门中有一天 要为死去的所有弟子报仇 即使耗费百年时间 百年不成 就算千年 也一定要成 要报仇 一定要 这十八人 是铁一门选出的最中心的 也是铁一门门主 聂荣最信任的十八人 那花苗奥妇女 双眸中寒心闪烁 按照计划 从今以后 我铁一门不再叫铁一门 而叫血一宗 我血一宗 不管多少年 都不能忘记这大仇 华师姐 一名金兽青年低沉道 这血一宗 要选址 建立 收弟子 一步步来 当血一宗出现第一个先天 才有资格成为一个不错的小宗派 而出现一个先天 单单培养 没有数十年不可能 百年内能成 就算不错了 这十八人都懂 铁一门被覆灭 想要东山再起 太难太难 可毕竟他们在 就等于 有一个火种 就有希望 花师姐 我们注定了 要为宗派牺牲一生 平凡一生 金兽青年低沉道 他本是最风华正茂的时候 可为了宗派 就要抛弃妻子 改名换姓 为了宗派他愿意 可心底还是有着一丝不甘 我们还能再报复青湖岛一次 而且 不会暴露我们 金兽青年说道 其他十七人看向他 师弟 说说 花棉袄妇女说道 羽黄宝藏 必须得到九顶之一 才能进去探寻 否则 必死无疑 金兽青年低沉道 这点我们一群人都知道 而我血衣宗 要去挖掘羽黄宝藏 怕是要数百年之后 所以 我看现在 对外公开一个消息 就说 青湖岛大军 驻扎在宗派 大延山 是因为 羽黄宝藏在大延山 对 穿着白色球衣的老者 眼睛一亮 连道 那青湖岛大军 现在就在大延山驻扎 一旦消息传开 肯定引起很多强者觊觎 比如羽黄门 羽黄可是他们的祖师 他们会放弃 羽黄门一插手 青湖岛大军 恐怕也要吃亏 消息传开 估计 各大宗怕要派人去 不过各大宗派 对消息不一定完全信 派出的人不多 而青湖岛大军在那 占据优势 为了夺得羽黄宝藏 势必有一场厮杀 带着青湖岛惨烈厮杀 和那些宗派无奈妥协后 他们会绝望地发现 进入那羽黄宝藏地迷宫 没有九鼎之一 去则必死 好 不但让这青湖岛 在羽黄藏宝宫内 死伤一大堆人 还要让他们和其他宗派 死上一堆人 至于其他宗派 他们也眼缠羽黄宝藏 死了也怪不得人 这十八人 刚刚遭到自己门派 被灭的惨况 一个个想到八大宗派 多死些高手 反而畅快 为了报复 这十八人 便开始悄悄地 在各地传播消息 传播羽黄宝藏的消息 很显然 一场大的风暴 即将掀起 在这个乱世中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 每一个宗派 也有不同际遇 如徐阳俊的那些小宗派 说不定啥时就负面 如今青湖岛统一了徐阳俊 所有小宗派进阶完蛋 没人注意他们 而铁一门的负面 却引起了天下人的注意 因为铁一门 要比徐阳俊的小宗派 强大得多 比较起来 铁一门存在了过千年 要比徐阳俊的那些小宗派 幸运得多 自认命运差的 还有更差 自认命运好的 还有更好 徐阳俊小宗派 羡慕铁一门 归原宗 铁一门 归原宗 羡慕强大的青湖岛 希望自己能赶上青湖岛 成为扬州第一 而青湖岛呢 希望有一天 能比肩摩尼寺 就算赶不上摩尼寺 也要先赶上羽皇门 迎世家族 而人类 青湖岛少岛主 古室友 出身好 从小就顶着天才的光环 可是当滕青山崛起 他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滕青山 他实力已经很强 十七岁 足以和先天时 单强者一战 可他不会满足 他会继续追求巅峰 滕永凡 一个普通汉子 他年轻时 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不求能赶上滕青湖 也要不差多少 而上天赐给了他一个儿子 儿子表现远超他的期望 他的儿子 甚至于让滕家庄 强大到马贼帮派都不敢惹 如果没滕青山 几次马贼帮派争权 滕家庄就算没覆灭 也要死了一大群族人 然而 也因为滕青山 今天古事友却硬是要带走他 滕青山的存在 是好是坏呢 这个答案 在滕永凡这个淳朴汉子心里 是很显然的 有这样的儿子 他很骄傲 人活一世 求弟是什么 有这样的儿子 能令滕家庄族人们走出去 受到其他庄子的贫民们羡慕 这就够了 这个乱世 每天都要死人 每一个人在自己亲人眼里 都是重要的 没谁比谁娇鬼 就是高高在上的门主 宗主 天榜强者 说死也死 这就是乱世 滕云龙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 过去滕家庄有不少女人 被马贼帮派掳获取 却只能忍 滕永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 他跟着青湖岛的人马 走了 滕青山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 青湖岛杀来 滕青山 也只能握着手中长枪 与敌一战 羽皇宝藏 这是可以让个人变得更强 让宗派变得更强盛的宝藏 毫无疑问 一旦消息传开 一场血腥风暴 便会被掀起 同样 会死很多很多人 第零九章 无底洞 一群身穿着重甲的军事 押戒着九名猎人 行走在大岩山内 一群人走过 令荆棘杂草上的一些鸡血 振战起来 石而落下 哦 遥远处 偶尔传来几声野狼的嚎叫声 那些畜生们 可都遭了殃了 滕永湘笑着说道 滕永凡手持着铁枪 也笑着附和 可心底却在盘算着 之前 猎人们汇集 这青湖岛 足足抓了一百八十猎人 每一个庄子抓三个 就差不多抓了六十个庄子 现在 九个猎人 五十名银交军军士为一个小队 也就是二十个小队 此刻 在大岩山内 这二十小队都在分散寻找着 不单单他们 还有数千名银交军军士 三五人为一个小队 分散在大岩山内寻找 奈何这大岩山比之火焰山 要大上很多 如果没有当地人做向导 瞎子一样的找 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 五十个身穿重甲的军士 压界九个猎人 要逃 很难 滕永凡暗想着 你们九个 刚才说的无底洞 还有多远 这五十名银交军军士 为首的体型 如黑熊般的壮汉 不耐烦地喝倒 九名猎人 其他庄子的六名猎人 当然以滕家庄猎人 马首是瞻 大人 滕青浩莲说道 这无底洞 距离咱们这 沿着山路 大概还有二十多里地 傍晚之前 肯定能赶到 这大山里 两点直线距离可能很近 可是山路崎岖 偶尔还有峡谷等等 真正走起来 绕路很厉害 你们几个都快点 别拖拖拉拉 这黑熊壮汉 呵斥一声 便继续前进 青浩兄弟 青浩岛的人 不会杀咱们吧 其他庄子的猎人 靠近滕青浩 小声地说道 看一步走一步 滕青浩也低声说道 滕永凡却回忆着 之前一百八十猎人 聚集在一起 被青浩岛岛主 鼓庸询问的场景 那青浩岛岛主 先问我们 有没有在大山里 看过古老的大型宫殿 我们都说没看到 他随后又问 发现过哪些 通往地底的洞穴 深潭等等 显然 青浩岛在寻找 某一个古老宫殿 而这古老宫殿 应该在大岩山地底 滕永凡很容易就推测出来 大岩山地底 有古老宫殿 滕永凡想想 都不敢相信 大岩山深处 在一条小溪旁的空旷处 有大量军营在这驻扎 某大帐内 十三位先天强者 都坐在椅子上 二十个队伍 以及九千银交军军士 已经搜索两个时辰 还没消息传来 紫袍夫人猝着眉头 此次去搜索的人马 二十个小队 就是一千名银交军军士 外加分散的九千人 足足一万名 银交军军士搜索 别急 相信天黑前 就有消息 大多数长老 都悠闲喝着茶水 岛主 赵丹臣看向碧眼养神的谷庸 谷庸睁开眼睛 赵丹臣接着道 我们将三万大军 驻扎在这大岩山 这消息传开去 会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谷庸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但笑说道 赵长老 引起别人注意又如何 我青湖岛大军 先灭铁衣门 再准备攻击归原宗 现在 驻扎在这大岩山 又有什么大不了地 其他宗派就算知道 最多也就疑惑 我们为什么驻扎在这 难不成 他们能联想到羽黄宝藏 如果各位长老 看到那逍遥宫 突然将军队驻扎在某一座大山上 又会想到什么 谷庸看向众人 我恐怕会怀疑 逍遥宫是不是在山上 发现什么大的矿藏吧 赵丹臣哈哈笑了起来 众位长老一听 都笑了 他们这十三人 知道是羽黄宝藏 所以心底忐忑 怕引起别人怀疑 如果真的偷偷摸摸 一旦被其他大宗派发现 那恐怕才会真的怀疑 而现在这般光明正大 让大军驻扎过来 恐怕 几乎所有宗派 都会认为 或许是发现大的矿藏 想要占据吧 羽黄宝藏 大几千年来 都没人找到 没人能想到 我们是为羽黄宝藏而到这的 所以 放心大胆点吧 谷庸微笑道 虽然表面上微笑 可谷庸心底 却还是略微有些担忧 铁一门愚孽 会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虽然有此担忧 可谷庸也没法子 消灭一个存在过千年的大门派 是不可能斩草除根 杀光所有人的 就像铁一门 单单在储郡的弟子 军事便十余万人 还有其他各地 也有驻扎的人 再厉害的宗派 也不可能将如此根深蒂固的铁一门 杀光每一个弟子 所以 灭这种宗派 将核心力量 先天高手全部杀光 就够了 毕竟 只剩下一点点后天高手罢了 难道凭借几十个后天高手 就能灭青湖岛 如果青湖岛这么好灭 也不可能存在这么多年了 尽早找到羽黄宝藏 将宝藏带走 古庸暗道 岛主 岛主 外面忽然传来兴奋喊声 一道人影未经过通报 直接闯了进来 岛主 发现了地底湖水 这名中年人双眼放光 激动地说道 呼 十三名先天强者 几乎同时都站了起来 古庸盯着他 连道 快 将情况仔细说说 是 岛主 中年人深吸一口气 是这样的 这一次的二十个小队 其中一个搜索小队 找到一个杂草丛中的 无底深洞 那些猎人们 说着那深洞深不可测 不敢进去 当时 就有二十名银交军军士 靠绳子 藤蔓等 慢慢地下去 大概近半个时辰 有几名银交军军士 惊恐地从深洞里逃出来 同时 随之杀出来的 还有一头妖兽 妖兽 古庸等十三人 眼睛一亮 其实他们早知道 羽黄宝藏藏所 天地灵气充裕 肯定会有特殊情况出现 出现妖兽并不奇怪 那里 出现妖兽 说明 很可能 找对地方了 那是一头静仪仗长的川石兽 在妖兽和军士们厮杀的过程中 也引起周围其他银交军军士 大量银交军军士围杀 令那川石兽最后逃进了深洞中 此战 四名猎人被川石兽杀死 68名银交军军士生死 还有20多人受伤 看来这川石兽 还没蛻变 古庸说道 川石兽 全身覆盖领甲 四爪 牙齿 都能轻易钻透岩石 是生活在地底的妖兽生物 遇到这种生物 川重甲的银交军军士 就遇到克星了 川石兽 可以轻易撕裂重甲 那从地底逃出来 幸存的两名银交军军士说 他们在地底 大概八十余杖的深处 发现了地底的湖水 那在地底的湖水 很大 至少数十杖内 都是水 因为地底没光亮 他们不敢游得太远 就立即上来了 可上来途中 遭受到川石兽攻击 此话一出 古庸等人心底都一喜 原本的大湖 可是方圆数十里的大湖 古庸还记得书籍记载 那般大小大湖 呈现到地底 被山石覆盖 没想到 还存在这么多湖水 前面带路 古庸一声令下 当即十三名先天强者 迅速地赶往 那生动发现所在 这里 已经聚集了数百名 银交军军士 随着古庸十三名 先天强者到来 所有人都让开 岛主 这就是那通往地底的生动 随着指引 古庸走到生动旁 生动周围 杂草都被铲除干净 只露出那足有 三四丈宽的 有黑生动 一眼看不到底部 而在生动旁的泥土上 还有着暗黑色的血迹 甚至于碎肉块 地面一道道 深深的沟壑 很显然经过一次大战 很好 古庸点头 宗主 那些猎人们 怎么办 蓝将军低声道 古庸转头看了他一眼 但莫道 全部处死 猎人们 可是知道 青湖岛要找神秘宫殿 又知道 青湖岛要寻找通往地底的生动 深潭之类的 所以不能留 虽然说 暂时其他大宗派 也不知道青湖岛 在找羽皇宝藏 可以古庸的性格 谨慎点最好 是 蓝将军应道 还有 传令下去 令营交军军士们 以这生动为中心 在周围五六里内 驻扎下来 古庸清楚 三万人是不可能将 整个大岩山封锁的 所以 只能缩小封锁圈 发出集结令 处决令 古庸一连下了几道命令 这深潭 还真够冷的 大冬天够冷的 这深潭更冷 几名搜索深洞 深潭的营交军军士 正在半山腰上 看着碧寒潭 可用手感受了一下低温 却没一个赶下这深潭了 秀 一道尖锐的冥想声 响彻天际 这几名军士 仰头一看 集结令 走 停止搜索 赶快过去 这几名营交军军士 立即赶过去 按照之前的规定 一旦发出集结信号 所有小队停止搜索 朝发出信号的地方聚集靠拢 当集结令刚刚发出后片刻 秀 秀 秀 随后 同时三道尖锐叫声 接连响彻天际 正是将所有猎人处死的信号 第十章 处死 大岩山 君寅处 少岛主古室友 正手持一杆黑色长枪练着 可那连续三声尖锐的鸣叫 让古室友不由转头看向天空 全部处死 古室友眉头一皱 他是知道这暗号的 滕青山他爹 不就死了 之前去抓猎人 要抓滕永凡 纯粹是古室友个人的决定 虽然青湖岛认为滕青山有威胁 可毕竟滕青山现在只是先天虚单 青湖岛高层还没放在眼里 可是这些长老们不急 古室友却有些不平 滕青山一个乡下人出身 刚冒头 就 前龙绑 第一 压住他一头 这时 古室友还能忍 他还想努力修炼 反超滕青山一头 可是很快 他知道 滕青山达到先天了 十七岁就先天 让一路顺风顺水的古室友 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他那点阴暗念头作祟 才硬是将滕永凡抓来 如果这一举能引得滕青山过来 青湖岛恐怕不介意杀了滕青山 滕青山 你爹死了 这可不是我下的命令 古室友露出一丝协议笑容 其实你爹命也不错 死了 都有179个猎人给他陪葬 大岩山某一峡谷中 滕永凡他们九名猎人 正和银交郡军士们聚集在这 在峡谷的野草丛里 有一组有三丈宽的无底深洞 其实这种深洞 在大岩山有好几处 喂 你们几个 其中一名独眼的银交郡军士喝道 队长他们下去 还要多久能上来 滕青浩无奈摇头道 各位大人 这无底洞 我们猎人们都不敢下去 谁知道要多久 不过 以下去的20位大人实力 一定不会有事的 滕青浩作为滕家庄 新的猎人队队长 也见过不少世面 白马帮大当家 移成城主 他都见过 所以也不犯处 哼 那独眼龙低哼一声 就在这时 秀 尖锐名叫响彻天际 嗯 集结令 在地表的30名银交军军士 仰头看天 看来已经找到了 那独眼龙无奈地 走到生动洞口 对着洞口大喊道 队长 集结令 我们快回去吧 只听到回去吧 回去吧 一阵阵回声 在这无敌的生动中回荡着 大家准备一下 准备回去 独眼龙军士说道 就在这时 秀 秀 秀 连续三声尖锐名叫响起 原本坐在地上 准备爬起来 要出发的银交军军士们愣住了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个信号是什么含义 再来之前 他们可都被告知了 随即 这30名银交军军士们 悄悄交流了一下眼色 又要再走回去 猎人们也都一个个站起来 呼 进风乍起 破 迅疾的一刀 带着一缕寒光 划过一名年轻人喉咙 只见一颗大好头颅抛飞起来 那断开的颈部 立即狂喷鲜血 偷袭般地杀了一名猎人后 那独眼龙军士才报喝道 杀 30名银交军军士 几乎同时扑向了另外8名猎人 猎人们只有简略的红鹰枪 而银交军军士们训练有素 整整有30人 如果30名银交军军士 还杀不死没中假的9名猎人 那恐怕才是大笑话 破 破 措手不及之下 又是两名猎人被杀 同时30名银交军军士 训练有素的分散开 好像包饺子一样 欲要将六名猎人完全包围在包围圈内 快逃 滕青浩凄力喊道 幸存的六名猎人立即飞速朝北方逃 快冲 滕永凡急切报喝道 因为银交军军士快完成合围了 再跑慢点 就完蛋了 狗日的 一名面临险境的中年汉子 手持一杆红鹰枪 怒喝一声便刺向来袭的银交军军士 枪 只留下一点白印 呼 而银交军军士残忍的一刀 却直接割喉 又一名猎人死去 很显然 幸存的猎人中 以滕家庄三人实力最高 跑得也最快 你们逃不掉的 一声吃笑声 30名银交军军士终于完成合围 滕永凡 滕永湘 滕青浩 以及其他两名猎人 脸色大变 而30名银交军军士 却开始缩小包围圈 压缩向五名猎人 冲 滕永凡大喝一声 身形猛然抱起 噗哧 手中冰铁枪宛如一条游笼 猛地砸向前方的银交军军士 带着一股刺耳的呼啸声 如此威势 令前方的三名银交军军士 脸色大变 立即用手中战刀抵挡 滕 一系列撞击声 滕永凡竟然直接将一名银交军军士 砸得飞起来 两名银交军军士 也撞到在一旁 须知 滕青山年幼时 他父亲滕永 就是族内第一好汉 双臂力量一千多斤 练习虎拳几年 身体力量更是大增 达到两千多斤 加上因为修炼虎拳 体内也有内劲 这瞬间爆发力 足有近四千斤 一般力量达到两千斤 就是二流武者 而一般武掌 也就二流武者实力 滕永凡又练大枪装 枪法自然强了 这三十名银交军军士中 单打独斗 怕没有一个能吻胜他 奈何 对方人多 而且都有中甲 走 滕永凡一声大喝 滕永香 滕青浩连跟上 呼 呼 呼 三人欲要逃 如果这么简单就逃掉 银交军就不配当 青湖岛的精英军队了 这三名军士跌倒 其他军士立即合拢 挡住那缺口 围杀 一声冷喝 一柄柄战刀劈来 面对大量劈来的战刀 滕永凡他们急了 扑 扑 一次围杀 另外两名猎人 只来得及一声不甘的惨叫 就死了 枪 枪 枪 都练习虎拳 大枪装的 滕家装三人 身形灵活 枪法迅猛 三人联手 竟然挡住不少战刀 青浩 滕永香猛地一脚踹去 将那柄劈向自己儿子滕青浩的一刀给踢飞 旧儿子自然分心了 即使滕永香躲得再快 依旧扑的一声 一柄战刀在他后背留下一刀大的伤口 鲜血流出 爹 滕青浩大惊 就这么一瞬间包围圈再次严实起来 青浩 走 滕永香一把抓住滕青浩的腰部 随即右臂一发力 呼 滕青浩一百多斤的身体 直接被扔得飞起来 飞出了包围圈 扑哧 银将军军士们却趁机 直接一刀砍入滕永香的胸膛 抛飞落地的滕青浩 转头一看 不由急怒地眼睛瞪得滚圆 眼角都快撕裂了 爹 痛苦凄厉地喊声响起 狗日爹 被一刀刺入胸膛的滕永香 感觉到脑袋开始发晕 竟然爆喝一声 将身体所有残余力量 完全灌入手中冰铁枪 中平刺 滕永香一声大喝 咻 滕家庄的枪法 一招中平刺 一招抖大枪 滕永香作为枪法师傅 这中平刺练了四十多年 生命最后时刻 爆发的一剂中平刺 快如一道闪电 狂 枪奸直接刺破面罩 将一名银交军军士 脑袋贯穿 这是此次三十人中 第一个死去地银交军军士 双目怒争 一记中平刺 杀死银交军军士后 滕永香再也不动了 追住那小子 独眼龙军士喝道 爹 滕青浩一抹眼泪 咬牙立即朝远处飞奔 再痛苦再愤怒 他都要逃 他爹就是为他而死的 否则 以他爹枪法大师傅的枪法 不可能这么快就死 啊 全身已有三道伤口的滕永帆 暴怒得如同一头猛虎 一个虎跃 冰铁枪猛然一挥 竟然将一名 欲要去追腾青浩的军士 给砸地趴下 随即一伸左手 抓住这军士的脚踝 宛如甩鞭子一样 抓着脚踝 猛地朝地面一砸 哄 这一砸 那名银交军军士 整个脑袋完全震裂了 甚至于头盔都震掉了 呼 呼 狂怒的腾永帆 挥舞着这银交军军士的尸体 砸飞了数名军士 随后猛地一甩 这一具尸体 将冲向远处追杀 腾青浩的一名军士 给砸个跟头 杀死他 这些军士们暴怒了 杀几个猎人 竟然也有伤亡 太丢脸了 腾青浩脸上满是泪水 可是他奔跑得好似一头豹子 迅速地在山林内飞奔 原先在后面追杀他的两名军士 很快就找不到腾青浩的踪影了 因为 这是大岩山 而腾青浩 则是猎人队队长 大岩山里 腾青浩太熟悉了 当然最重要原因 是腾永帆牵制了太多的军士 否则大量军士 施展内境飞奔为杀 腾青浩是逃不掉的 山林内 跑一会儿就偶尔发现两三名军士 腾青浩小心避让 这些军士们都是朝中央集结的 腾青浩跑了一会儿 路途中便再也没看到军士了 爹 永帆说 腾青浩咬着牙 回头看了一眼 他爹 是为他而死的 而腾永帆呢 虽然他没亲眼看到 可是 他看到他永帆书 被一群银交军军士为注定 腾永帆根本没中假 而敌人有中假 恐怕最多杀死两三个银交军军士 就要被敌人给杀死了 爹 永帆说 我一定会报仇 一定会报仇的 腾青浩藏在草丛里 面色猙獰 这事情 一定要告诉青山 面对庞然大物般的青胡道 他想不到其他人 只有腾青山 腾青山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 这事情 也唯有腾青山能解决 这仇 一定要报 腾青号迅速地飞逃开去 第十一章 恶号 大岩山 二十余名银交军军士 一个个恼羞成怒 围攻着腾永帆 哼 腾永帆眼睛瞪得滚圆 就好像打铁一般 手中的冰铁枪 直接就是一个横扫 仿佛一柄大闸刀刮过 呼 那些军士们见状 早就后退闪避了 顿时令周围出现大的空档 此刻 腾永帆也只能靠这一招 避免被一群人同时刀劈 而腾永帆疯狂的一挥 绝对有数千斤力道 癌上了 即使有重甲 身体也要震得受伤 这个蛮汉有内劲 力道大 兄弟们小心点 耗死他 独眼龙军士连声大吼道 二十余名银交军军士 围杀腾永帆 就好像群狼围杀老虎 你一口我一口 每当腾永帆发狂攻击 个个就立即闪躲避让 最要命的是 这一群人都穿着重甲 若非赐在面罩这等防御偏弱处 根本杀不死这些军士 破 腾永帆左臂上 又多了一道刀伤 如今 他身上刀伤超过十余处 信而虎拳修炼算是小成 能略微控制肌肉 加上内劲控制 流泻不厉害 休头 腾永帆在被砍了一刀的同时 立即抱贺一声 身体猛地窜出 左手犹如铁爪 一把抓住对方手腕 好 腾永帆眼睛一亮 将这军士身体当作武器 疯狂地一甩 咔 谁想用力过猛 那军士柔弱的手腕 竟然断裂 那一只戴着钢铁手套的断手 在腾永帆手上 而那军士却哀嚎着抛飞起来 毕竟重甲护臂和手套并不相连 数千斤力道 作用在柔弱的腕部 断掉并不奇怪 那军士整个人被甩飞了 重重砸倒了三名军士 哎呀 一只手生生断裂 那军士疼痛地哀嚎起来 握着一只断手 腾永帆却张狂嚎叫起来 你们这群狗日的 来吧 老子今天杀一个够本 多杀一个赚一个 来吧 狗日的 双眼通红 已经疯狂地腾永帆 根本不顾自己受伤 他要抓住任何一次机会 能杀一个是一个 那些军士们彼此相识 兄弟们 别怕受伤 一口气火管了他 独眼军士愤怒嘶吼一声 这二十余名军士 立即不顾一切杀来 本来大家想不受伤 杀死腾永帆 可现在看来 怕是不可能了 狗日的 全身被鲜血染红的腾永帆 双目通红 死死盯着那为首的独眼军士 在这一刻 他根本不顾其他军士砍来的力刀 低吼一声 双腿猛地一蹬 好似一头老虎猛地跃出 这不顾一切猛的一跃 竟然躲避了不少刀 常年累月打铁造就的粗壮双臂肌肉焚起 强劲力量灌入手中的冰铁枪 死吧 滕永帆 眼角又要爆裂 一道黑色闪电 滕家装唯一的攻击招 中平刺 独眼军士 也嘶吼着一刀劈出 枪 只听得一声脆响 冰铁枪擦着战刀 枪尖竟然直接刺穿面罩 将独眼军士的另外一个眼睛 瞬间刺穿 扑 长枪贯穿脑袋 啊 滕永帆身体猛的一抽搐 身后一柄战刀重重劈过他的背部 扑 鲜血疯狂喷剑 气焰得很 厮杀到如今 虽然挨了不少刀 可是没有一个是致命伤 可是这一刀 却让滕永帆瞬间整个下半身完全软下来 没知觉了 不由自主的 滕永帆便要朝地上倒下 啊 滕永帆喉咙中发出最后的低吼 转身就猛地一扔手中长枪 咻 长枪在半空带着一抹残影 直接戳在一名银胶骏军士胸口 将胸口的重甲都撞击得略微凹陷 而那军士整个人更是被那股冲击力震的抛飞开去 杀死他 看着已经倒在地上的滕永帆 其他军士们立即围上来 吼 一道低沉 魂后 阵战人灵魂的可怕吼声 突然从旁边树杖外的洞穴中传出来 单单听到那吼声 就令二十余名银胶骏军士 经济的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那无底洞洞穴口 一道人影飞速窜出 快 快逃 冲出来的人眼眸中满是惊恐 大人 二十余名军士大吃一惊 冲出来的人 正是进入无底洞二十人中的首领 他们的百夫长 呼 一道黑影从洞穴中窜出来 飞窜的 那名银胶骏百夫长 瞬间被扑倒 啊 不甘的惨叫声嘎然而止 浓烈的腥风弥漫开来 这古兴气味 就好像那死于腐烂的腥气 看着这冲出来的怪物 所有均是呆至着 这是一头好似蜈蜈蚣的怪物 身体足有两丈 高度却只有三尺 那一根根好似利刃一样的爪子 闪烁着冰冷的光泽 它身上则是漆黑的鳞甲 巨大一双眼眸 只有中央一点黑色 眼睛其他地方都是惨白 它的嘴巴 两根伸出来的獠牙 好似一双大剪子 妖兽 这妖兽杀死那百夫掌后 立即再度扑向其他军事 而此刻倒在地上的滕永帆 却是一咬牙 没其他地方逃 虽然下身没感觉了 可是他双臂猛的一用力 整个人直接朝动血口扑去 那妖兽立即咬向滕永帆 扑吃 滕永帆的一条腿被妖兽撕扯下 鲜血直流 而滕永帆立即双手一撑地 没丝毫减肃 整个人直接窜进了无底洞内 好 在这妖兽的嘶吼中 银娇俊军士一开始还抵抗 片刻连死十余人后 便一个个疯狂逃窜 傍晚时分 大岩山边缘 滕青浩摇摇看着山下的滕家庄 仔细辨别 没青虎岛的军事 随即 他立即飞窜向滕家庄 谨慎起见 他没有从政大门进去 而是从滕家庄的西边 直接翻墙进入滕家庄 其实 青虎岛军事都收拢了 即使巡逻 也不可能让军事驻守在庄子内 滕家庄练武场上 众多族人都聚集在这 一个个心中都不安 族长 大师傅 还有青浩哥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等会儿 肯定会来 阿兰姐 族长会很快回来的 已经四十多的圆兰 头发也略有些发黄 隐隐可见几根白发 他眼睛红肿着 正盯着练武场大门 摇摇看着远处 他期盼着 期盼着他的男人 能在视野内出现 青浩哥回来了 忽然一声惊喜欢呼声响起 所有人立即转头 朝声音远处看去 只见西边 一道全身脏兮兮的人影 正和庄民族人一同跑过来 正是滕家庄猎人队队长 滕青浩 青浩 爹 滕青浩的妻子 和一双儿女 立即狂喜冲过去 其他族人们 也兴奋过去 青浩回来了 樊哥他们 也该回来了 原来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也连冲过去 滕青浩抱着自己的一双儿女 忍不住眼泪直流 差一点 他就再也看不到 他的一双儿女 看不到他的妻子了 青浩 你爹呢 还有你永凡叔呢 老族长滕云龙 连问道 滕青浩一正 抬头看向众人 特别看到眼睛红肿 期待看着他的袁兰 不由咬着牙 低沉道 青浩岛那群杂种 下令杀死我们所有猎人 我爹为了救我 死了 永凡叔也被那些军事围住 救我一个 逃出来 你说 你说什么 原来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永凡叔 被一群淫交军军事围住 我没看到永凡叔死 不过 滕青浩声音滴下去 所有人都安静了 没穿重甲的滕永凡 被一群军事围住 大家都能猜到结果 不 原来连连摇头 他不相信 和他走了大半辈子的男人 就这么死了 从济世起 他们就在一起 青梅竹马 随后成青 成青过了很久 才有了儿子 滕青山 过了三年 又有了女儿 滕青雨 这么多年来 夫妻二人几乎没红过眼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恋 他们也不懂 他只知道 早早为男人做好饭菜 为男人做好衣服 那种关心 相互扶持 已经深入骨子里 数十年下来 两人就好像比翼鸟 早就成了一体 谁也离不开谁 不 原来脸色耍白 没一丝血色 阿兰 阿兰 滕云龙脸喊道 噗 一丝烟红鲜血 从原来嘴角流出 原来脑袋一晕 整个人便无力倒在了地上 滕云龙一把抱住女儿 连忙朝庄内的大夫家跑去 快 滕青浩却是急到 找一匹马来 我要去江宁 之所以回滕家庄 滕青浩就是为了骑马去江宁 如果靠两条腿 那要跑到何时 青浩 别急 他的妻子连忙道 今天你和组长他们被带走 老组长 他就立即安排永雷叔 带人去江宁找青山了 估计这个时候 已经到江宁了 傍晚时分 天色昏暗 江宁郡 滕府门口 独臂的滕永雷 和其他三名滕家庄男人 在一名黑甲军军士 带领下来到这 这就是统领大人的住处 那黑甲军军士说道 谢了 滕永雷感激道 便立即朝大门口走去 门口的护卫刚要阻拦 滕永雷便大声喊道 轻语 正从前院走过的轻语 转头一看 便大喜 叔 随后立即欢快地冲出来 说 青阳哥 你们怎么来了 轻语显得很兴奋 快 带我去见你哥 滕永雷却连声说道 第十二章 风起云涌 哥 永雷叔他们来了 轻语老远便喊起来 刚吃过晚饭 在研究入微 真我境界的滕青山 不由抬头看去 连忙大喜起身迎上去 叔 等年纪那几天 我和轻语还准备回去一趟吗 来 先坐下歇歇 青山 我有急事 滕永雷脸上满是急色 旁边的一名青年也连道 青山哥 青湖岛的人 去过咱们滕家庄 原本脸上还有喜色的滕青山 表情瞬间一变 道 叔 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是今天午饭之前发生的事 那青湖岛 大概来了一百名重骑兵 应该是他们的营交军军事 那些人 从各个庄子 带走三名猎人 在我们滕家庄 也要带走三个 这如果让我们选三个 我们还不会这么急 可是 那青湖岛军事领头的人 指明要带走你爹 还有青浩 你爹他不是猎人 他们都要带走 我们都感觉不对劲 那些人一走 老组长就安排我们过来报信了 爹被带走了 那青湖岛的人 怎么能强行带走爹 轻语大吉 带走的三人 是你爹 还有青浩 以及你永乡大伯 滕永雷说道 滕青山听了 心中一阵怒意上冲 青湖岛的人 竟然欺负到自己头上 不过很显然 在庞然大物般的青湖岛眼里 根本不需要 在乎一个滕青山 最不妙的是 滕永雷连道 当时老组长 都已经提到你的名字 可是 那青湖岛的人 听到你的名字 还硬是带走了你爹 他们三人 滕青山虽然急怒 可脑中也在迅速思索 如果抓猎人做事 按照常理 知道其中一个猎人 是一名先天强者的父亲 一般都会给面子不会抓 因为抓先天强者的父亲 纯粹是和先天强者为敌 青湖岛的人 竟然不要脸到这程度 滕青山心中怒急 难不成 他们认为我十七岁 就达先天 威胁太大 而不敢杀尽归原宗 所以抓走我爹 故意引我过去 滕青山想不到其他可能 堂堂八大宗派之一 如此龌龊不要脸 滕青山错怪青湖岛了 青湖岛高层们 还没不要脸到如此程度 连抓来滕永凡那些人都不知道 这只不过是 极度攻心的古室友 擅作主张 青山 你爹他们不会有事吧 滕永雷几人 看向滕青山 大家别太担心 那青湖岛 也是八大宗派之一 应该还没无耻到那程度 滕青山嘴上说着 可事情牵扯到他父亲 他的亲人 他根本无法放心 当即喝道 传令下去 亲卫队在前院聚集 马上出发 是 统领 不远处传来喊声 在府邸内的亲卫队军士们 一个个开始收拾行囊 武器 准备出发 说 我马上带人回去 你们赶了三百多里路 也很累了 明天一早再走吧 滕青山说道 不 这事我不放心 一起走 滕永雷说道 滕青山点点头 也好 我们就连夜赶回去 哥 我也跟你们一起走 滕青鱼眼睛都有些泛红了 他在担心他爹 从小呵护他 关怀他的爹 当即滕青山回自己屋子 立即将轮回腔 装有诸国酒的酒壶等一些东西 放入包裹内 亲乎道 希望你别挣昏了头 滕青山眼睛眯起 转头又将箱子里的人皮面具 天鹰找手套 装有飞刀的皮套等物品都取出来 全部放进包裹内 这个包裹 是滕青山专门定制的 内含天蚕丝材料 任性极好 背上包裹 一身轻袍的滕青山迅速出了屋子 而后带着妹妹 滕永维等几人 率领轻卫队一百军士 迅速地离开了府邸 出了东城门后 连夜赶往滕家庄 夜 江宁郡 诸葛元洪书房内 烛光昏暗 书房内只有二人 一个诸葛元洪 另外一个则是灰袍中年人 宗主 灰袍中年人递出手中密信 这是宇州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 很紧急 嗯 诸葛元洪获的结果 展开来一看 便眉头一皱 你也看看吧 诸葛元洪递过去 那灰袍中年人一看 吃惊地 看向诸葛元洪 宗主 那青湖岛大军 驻扎在大岩山 是因为羽黄宝藏 自从羽黄离世 天下分崩离西 虽然一直盛传羽黄宝藏 可是数千年来却没有一人 发现过羽黄宝藏啊 诸葛元洪轻轻点头 原先我见青湖岛大军 浩浩荡荡驻扎大岩山 还以为是在大岩山 献什么矿藏之类的 现在看来 倒是被欺骗了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加上羽黄宝藏数千年没人献 没人会联想到那方面 不过 这消息来得蹊跷 诸葛元洪咒没到 按照密信上说的 这消息是几乎一瞬间 在宇州的王城传来 如果我意料得不错 这消息 应该不单单在宇州王城传开 在逍遥宫 摩尼寺 摄日神山 银氏家族 红天城 雪阴教 雪阴门 这六个地方也会传开 九州大地 最强大的便是八大宗派 而青湖岛 在八大宗派中 还要靠后 八大宗派中 最强无疑是摩尼寺 其次 羽黄门 银氏家族 再便是其他五大宗派 当然这五大宗派 各有不同 摄日神山 以神功之计 名传天下 居于最南方的延州 连羽黄门 银氏家族 都不愿招惹他们 而雪阴门 有宗教性质 又处于最北边的 燕州 苦寒之地 又和草原部落 常年厮杀 民风及其彪悍 加上宗教性质 可以想象此宗派的疯狂 宗主 你第一次是 有人故意传消息 传递给另外七大宗派 灰袍中年人说道 嗯 诸葛元洪点头 消息出的蹊跷 肯定有人故意传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 羽黄宝藏事情是真的 传消息之人 想要报复青湖岛 第二 消息是假地 那传消息之人 恐怕会有别的野心 不过这事情既然盛传 甚至于提到羽黄宝藏 我看 有六成可能 是真的 诸葛元洪说道 宗主 这可是羽黄宝藏 我们归原宗 会刨中年人有些眼红 羽黄 那可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统一天下的 又达到至高境界的无敌强者 蛇吞象 只会撑死 诸葛元洪诞笑道 我们归原宗 这可怜的几个先天强者 可不够折腾 就让他们八大宗派折腾去吧 羽州 王城 天下间有两座王城 一个是羽城 另外一个 则是秦王城 而论历史底蕴 自然羽城更胜一筹 在羽城正中央的羽黄宫殿 这里就是羽黄门的老巢 自从天下分崩离析 这羽黄门的核心弟子 军队等等 便在这宫殿内 幸而这羽黄宫殿占地极广 数十万人住在里面 丝毫不拥挤 羽黄门 九鼎殿 一排排有黑的椅子排列开 一名名高手坐在旗上 而一身黑色香襟长袍的黑发男子 高坐在宝座上 此时 九鼎殿殿门紧闭 门主 羽黄宝藏 在扬州江宁郡移城大岩山的消息 已经传开 根据我们的人查探 摩尼寺 银氏家族等其他宗派各地 都有消息传开 一名银发银袍的销售老者 坐在门主下的首座上 那高座宝座上的黑发男子 双眸好似水晶 宛如能看穿人魂魄 他微笑道 自羽黄祖师 创我羽黄门室 到如今 我已是129任门主 当年祖师曾言 羽黄宝藏 藏匿于扬州 宜城天洪湖湖底 凡我羽黄门弟子 皆不可挖掘 善入有死无生 唯有缘的知 想必大家不会忘吧 祖师之命 我等自不敢违抗 九鼎殿的众人们都应道 羽黄门内 凡事能达到先天 就能知道门派那一些秘密 作为如今八大宗派中 最悠久的宗派 可是隐藏着不少秘密 现在羽黄宝藏被发现 我们就看其他七大宗派去抢吧 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羽黄门众位高层人员 乐得看戏 五头血鹰飞翔在草原高空 五道人影都盘西坐在血鹰背上 血鹰展翅 正极速朝南方飞去 驾 驾 九明穿着黑色长袍 戴着金色面具的人影 骑在九匹血龙马上 血龙马快似闪电 只是一连窜影子 九人已经消失在路到尽头 作为古往今来 四大志强第一人羽黄 他的宝藏的确能吸引很多强者 或是八大宗派 或是一些影视人物 他们有的是为了夺宝 有的是为了看戏 可不管目的如何 这些高手们都一个个迅速赶往移城大岩山 滕青山并不知道羽黄宝藏的消息 他心底焦急担忧着他父亲 驾 驾 马蹄飞扬 滕青山和妹妹清语 带领一大群人飞奔了半夜 青山 到了 滕永雷连道 滕青山也遥遥看到远处的庄子 那是自己生活了十六年的家乡 而此刻 滕家庄上点燃了一只只火把 老远便看到亮光 青山 或许你爹他们现在都回来了 滕永雷感觉到滕青山兄妹二人的担忧 战马飞奔 很快便冲到大门前 快开门 滕永雷喊道 守门族人们一眼看清楚来人 青山回来了 青山回来了 喊声回荡在练武场的黑夜上空 美妙优独播剧场——禅途 优优独播剧场——禅途